六甘町和日本長野縣松川村在一百零二年五二節 各位幽浩夏季 每一年都會進行文化和交流 今天松川村中海學生和交流處長和六町 進行為期三天兩枚文化交流 除了在六民國中進行交換禮物和交流的庫町 也安排學生到六民國中學生處來駕鎖 接著兩個學生的互動來進行各民外交 大家好 學生是站在主席台和坐在代表的位置 感受一下代表是怎麼來開會 今天六甘町公所是來接台由日本來參訪的松川村中學的校長和學生 在做得簡單的介紹後 店長是帶到他們來到代表會參觀 也讓學生感受一下代表會開會的感覺 坐在鎮長旁邊的這個位置 然後是一個感覺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日本從來沒有這樣過的一個體驗 今天來到這個鎮公所這裡 能夠讓我有這樣的一個體驗 感覺非常的興奮 那每一年到這個時候他們都會帶學生來到我們鹿港 那因為他們中學只有一個學校 那我們鹿港有兩所中學 所以說之前是我們六甲國中學去兩年 那今年我六民國中 要跟他們松川中學來互動 我是這樣感覺 我們跟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國與國之間都會有一個良好的互動 而且他們學生來到這裡 他們去住在我們日本的學生 會住在台灣學生他們家 他們跟我們台灣的生活 來做一個連結結合 今年四月也要埋葬六甲國中 做回來到松川村來進行交流 希望可以讓學生 合襲得更多的地方 風土民情 也讓這麼好的交流活動 可以一直煙燒下去 新中華新聞創中青 六甲蔡鳳伯德